心科状元 貌若攀安 只因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 他便以为我暗动芳心 不久后 状元郎发妻遭人凌辱 滔尸荒野 所有人都说 身为长公主的我是个疯子 杀人妻 夺人夫 坏事做尽无法无天 状元郎情深四海 硬死不从 殊不知 人人赞誉的状元郎 此前在我店前跪了三天三夜 只求垂帘 助他步步高升后 他细数我数条罪状 亲手将我灵池处死 我死了以后才知道 状元郎内康遭妻 正是我流露民间的亲妹妹 杀害妹妹的人也是他 巧的是 我重生了 这一次 封匹长公主可真的要封了 公主殿下 新科状元还在外面跪着 您看 婢女云桃的声音传入耳膜 让我从被生生刮下血肉的噩梦中惊醒 我几乎想也不想地颤生询问 你说谁 谁在外面跪着 云桃一愣 很快便耐心解释 新科状元薛荣林 原来不是梦 而是我真的重生了 重生在薛荣林跪着 求我垂帘那一天 来不及思索太多 我匆匆站起来 跌跌撞撞往外走 跪多久了 云桃紧跟起后 低声道 回殿下的话 已经三天了 我猛地顿住脚步 随后浑身一软 整个人险些摔倒在地 第三天了吗 三天 薛荣林的发妻已经顽固 如果我没有记错 今天早上这个消息也传遍了整个京城 钻心的藤从胸腔中蔓延开来 泪水也开始拼了命似的往外涌 鸟鸟 难道就算是重生 我也就不了你吗 我是大州长公主 徐鸟鸟是新科状元郎的结发妻子 而薛荣林 正是今年的新科状元郎 七日前 科举放榜 生性好奇的我也出了公主府凑热闹 马车行之目的地 已是人山人海 只听人群中有人高呼 是薛荣林 薛荣林中状元郎 闻声看去 便见一书声 拽着一郡俏少年郎 手舞足蹈的指着榜单 少年郎身着不一 淡雅脱俗 只是扫了一眼榜单 微微拱手算是行李 不卑不亢 跟身边或疯癫大哭 或手舞足蹈的人相比 别具一格 正当我打量时 那俊俏少年郎也将视线看向我 我低头冲云桃唏嘘 没想到今年的状元郎 竟是个美男子 云桃连连附和 而我热闹看够 便也回府了 谁知当天夜里薛荣林便在公主府门前求见 口口声声说仰慕我 彼时我一听说他有发妻 便亲自出面拒绝 郎君说仰慕本宫 可你已有发妻 虽说郎君才高八斗 可也要知廉耻 今日本宫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还请郎君莫要声势 哪知七日后 新科状元的结发妻子进京巡浮 却惨遭意外的消息传遍京城 据说徐鸟鸟鸟路欲劫 惨遭凌辱 死后被抛尸荒野 还在思索 云桃不解地问了句 殿下第三天怎么了 要不奴婢出面 将他打发了 我对薛荣林恨之入骨 想起上一世经历的一切 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 正当我准备说好 突然又改变了主意 开口道 不用打发 我倒是要看看 这位新科状元狼到底在搞什么鬼 公主府外大雨磅礴 薛荣林跪在雨地 身上穿着单薄的白色不衣 雨水将他的衣裳淋湿 让他的好身材得以一览无遗 我知道 这些都是薛荣林的阴谋诡计 于是学着上辈子的模样 假装上钩 在云桃的陪伴下 走到薛荣林面前 亲自将他扶起 郎君何苦这般坐见自己 快快进府上说 薛荣林面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 只是满脸哀怨的低声道 谢公主殿下 我勾勾唇脚 因为身长地扫了一眼 他虚伪的嘴脸 带他走进前厅 我毫不犹豫地一巴掌猛扇过去 这一巴掌力道十足 薛荣林的嘴角直接被我抽出血来 眼看他错愕地盯着我 我又用手挑起他的下巴 吃笑着问 疼不疼 他不解 但很快又开口回话 疼 我笑得更大声了 疼就对了 疼在你身痛在我心 郎君如此俊俏 喊疼的时候更让人欲罢不能 雨碧 我拿起旁边的花瓶 狠狠砸在地上 接着指着地上的残渣 漫不经心道 既然要跪 就要跪得有诚意 明白 薛荣林长长的睫毛 微微抖了抖 泛红的眸盯着我 恶毒的真面目差点暴露 但很快便朝我顺从地跪下 瓷片锋利 划破皮肤 很快便将他的膝盖染红 薛荣林依旧强撑着跪在那里 脊背笔直 身体微微颤抖 因为疼痛 汗水从他额头缓缓滴落 的确美得腰也 美得楚楚可怜 他张开嘴 颤抖着嗓音求我 请公主垂帘 给草民一个为发妻报仇的机会 上辈子也是这样 徐鸟鸟去世的消息传入京城 他又来求我 肝肠寸断的模样 令闻者伤心 见者落泪 那时人人都传他情深 他也装出一副可怜模样 说官场结党银丝 其中一位想拉拢他 而他不从 发妻正是被那位位高权重的奸臣所害 如今求我庇佑垂帘 为他王妻报仇血恨 我被他的情深打动 愿意助他一臂之力 岂料他步步清云 全清天下后反咬一口 说我觊觎他 强取豪躲不说 还杀了他的结发妻子 就连我身边的人也出面作证 声称我是个疯子 杀人妻 夺人夫 坏事做尽 无法无天 状元郎情深四海 硬死不从 行星前 黄兄一脸痛心地告诉我 薛荣林的结发妻子徐鸟鸟 便是我们流露民间的亲妹妹 我在绝望和痛苦中 被薛荣林亲手持刀 千刀万剐而死 思极此 看着摇摇欲坠的薛荣林 我用脚尖挑起他的下巴 一字一句问 报仇 你家夫人到底是为人所害 还是你为了向本宫表忠心 而杀妻 被我一通质问 薛荣林的脸色微微有些变化 但很快变道 殿下希望臣回答哪个 一巴掌甩在了他脸上 薛荣林身形消瘦 本就是文弱书生 这一巴掌直接将他打倒在地 好一个忍辱负重 为妻报仇的妙郎君 只可惜 本公主对有妇之夫不感兴趣 来人 把他扶端正了 继续跪着吧 云桃英士 匆匆上前 然而 刚把薛荣林扶起来 皇帝便在这时候出现了 看到我已经跪在地上的薛荣林 他略显惊讶 这不是新科状元薛荣林吗 怎么伤成这样 薛荣林打算给皇帝行礼 皇帝大步上前 将其扶住 快快请起 然后又回头看我 阿姐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动神色地笑笑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状元狼 不如你说说 跪在本宫这里 究竟是为什么 薛荣林的脸色更白了 缓缓抽出手行李道 回皇上的话 微臣不小心冲撞了公主 因此自行前来请罪 皇帝众眉吐槽道 醒了行了 你赶紧回去吧 朕还要跟公主说话呢 反倒是你 再跪下去 恐怕连命都没了 朕可不希望 好不容易出来的状元狼 把自己跪死在公主府前 皇帝说完 伸手挽着我的胳膊亲密道 阿姐 我们过那边说话 我应了一声 回头看向 依旧站在那里的薛荣林 随后跟着皇帝一起进了府中 皇帝此番前来 如以往那样 不过是同我一起吃吃茶点 聊些所事 看着皇帝如上辈子那样 跟我这个姐姐格外亲密 我千疮百孔的心 仿佛在这一刻 又被治愈了不少 等皇帝离开 我又陷入沉思当中 要知道 薛荣林不过是 心入官场的状元狼 虽说心思缜密 且才高八斗 甚至还有我的帮忙 可上辈子的他 平不清云的速度 也太快了 甚至很多时候 并非是因为我的帮助才如此 难道说 帮助他的人除了我 还另有其人 但他出来乍道 究竟会是谁 思索间 皇帝那张憨态可居的脸 浮现在我眼前 让我浑身忍不住颤抖 是了 上辈子我虽然被薛荣林算计 可下指 将我凌迟处死的人是他 只可惜 那时候我一腔愤恨 以及注意力 全放在薛荣林身上 根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薛荣林全清朝野 但身为皇帝 天下在守 如果真的想护我 以他的性子 不可能护不住 最重要的是 刚才皇帝来的 也未免太巧合了吧 意识到这一点 我的胸口 再次忍不住一阵顿痛 弟弟啊弟弟 你我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弟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当然 也或许我的猜测是错误的 次日刚下早朝 皇帝便又来到了公主府 眉头抓住了我的袖子 阿姐 你都不知道 今天早朝 那包老东西气死我了 看着他脸上 依旧写满的天真 我的眼睛开始变得酸涩起来 我不动声色地一开视线 看向旁边的茶盏 小心隐藏情绪 然后端起一盏茶地给他道 哦 发生什么事了 能让阿弟气成这样 皇帝接过茶喝掉 一屁股坐在我身边道 有几个老东西居然弹劾你 说阿姐不该干涉朝政 还说阿姐你荒鹰无度 他们懂什么 阿姐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阿姐 我像以往那样静静地听着 并没有着急发话 反倒是皇帝巴巴说完后 又看向我 阿姐 我看薛如林好像是真的喜欢你 阿姐 如果你也喜欢他 阿弟支持你 我藏在袖子里的手微微钻紧 随后面带笑容问他 可是皇上 新科状元是有妻室的人 即便我贵为公主 又怎能横刀夺爱 皇帝道 那有什么 男人可以三妻四妾 我紧紧地盯着他的眼睛问 皇帝的意思是 让我为他做妾 皇帝不看我 痴痴笑道 那肯定不行 当然是你为正妻 他为妾室 一个小小贱民 怎么能跟阿姐你平起平坐 我不管 若是阿姐喜欢 就算是天上的星星 朕也会摘下来送给阿姐 这一刻 皇帝有几分真心 我居然看不透了 因此道 不必了 皇帝不解 为什么 我忧心忡忡道 我昨夜做了个梦 梦见母后告诫我 让我从今往后收敛性子 多做善事 否则的话 不得好死 所以我打算修一封罪己书 三日后前往寺庙 清休一段日子 说完 我冲皇帝俯身行礼 求皇上成全 皇帝看着我 嘴巴微张 好半天才到 既然是母后托梦 那便依了你 皇帝离开后 我并没有闲着 如果真的有人要设计害我 避免不了 会在我身边安排细作 当务之急 是找到那个人 毕竟 如今我身边的任何人 都有可能是背叛我的那个 我开始回忆 上辈子 我被凌迟处死 那天发生的事 那时我就察觉到了危险 打算设举死盾 可薛荣林还是找到了我 以至于我依旧难逃 被杀的命运 可那时候应该在我身边 保护我的陆燕钊 究竟在哪 难道说 背叛我的人是他 思极此 我缓缓已在软榻上道 陆燕钊 出来吧 原本躲在暗处的 陆燕钊文言 一跃出现在了 我的面前拱手道 公主殿下 我缓缓站起身子 而后一步步靠近 看着这个不苟言笑 英俊神武的男子 他始终双手抱拳 保持着行李的动作 而我趁其不备 猛地抽出发簪 直接刺过去 陆燕钊瞳孔骤然紧缩 我看到他微微抬起手 但很快又攥紧拳头 坐以待毙 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匕首 没入他的胸口 匕首拔出 鲜血喷洒了我一身 但我也确定了一点 那个背叛我的人 不是他 难道说 是云陶 当时知道 我要死盾的人 只有他俩 最重要的是 仔细回想 我被灵池处死时 没见到的人 还有云陶 可当我彻底厌弃时 又好像看到他了 那抹我熟悉的淡粉色身影 云陶似乎被吓到了 踉枪着退后几步 颤声道 殿下 您这是做什么 我并未解释 只是挥手 来人 把他扔到乱葬岗去 云陶多多缩缩 虽然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却还是按照我的吩咐去做 等云陶离开后 我立马又安排其他暗卫 秘密携带神医救治 做完这一切 我才前往安置陆燕钊的地方 兴许是意识到自己没死 醒来后的陆燕钊也很惊讶 但见我就在他身边 陆燕钊挣扎着想起来行李 被我抬手制止了 你之所以会晕倒 是因为我在那上面抹了麻沸伞 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多 明明以你的实力 想反杀我一如反掌 陆燕钊道 你是主子 是长公主 燕钊只是奴才 公主要燕钊死 燕钊自然不会反抗 其实陆燕钊是我九岁那年 从牙迫手里救下来的 那是他十岁 截然一身 我问他愿不愿意一辈子跟着我 做我的暗卫 他答应了 从那之后 他便由我形影不离 可在最关键的时候 他居然没有出来保护我 那只能证明一点 他也出了什么事 既然现在有嫌疑的只有云陶 那我就该走下一步棋了 我把我的猜测告诉给陆燕钊 便吩咐他好好养伤 从此以后 那个叫陆燕钊的暗卫首领 不复存在 等我回到公主府 被我派出去的暗卫也回来了 公主 如您预料的那样 云陶在看到府上的人 把陆大人扔到乱葬岗以后 便去见了另外一个人 我调整呼吸问 谁 暗卫道 是宫里的一位小太监 暂时不知道是谁身边的 看来 我猜得没错 不管那个太监是谁 但他能从宫里出来 便已经验证了我之前的怀疑 我一母同胞的好阿弟 真的要将我置于死地 云陶回来时 猛地看到了 坐在他房间等待他的我 他被吓了一跳 很快神色紧张道 殿下 您为何在这里 等你 我应声 随后问 告诉我 他究竟许诺了你什么 值得你背叛我 算了 你先别说 让我猜猜看 你无父无母 截然一身 他断然无法用你的亲人威胁你 我平时又不会少了你赏赐 为钱财 也不可能 那就只有一个 他承诺你做他的妃子 云陶被我揭穿 跌跌撞撞往后退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紧接着把腿便往外跑 然而还没走出房门门 便被堵在门口的暗卫拦住了 云陶突然大喊大叫起来 你不能杀我 他说了 以后会封我为贵妃 就算他是你弟弟又如何 他是君你是臣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你应该心甘情愿地赴死才对啊 我挥挥手 戴下去 审问清楚 对了 千万不要让他死了 云陶闻言 快速拔出发簪响 刺向自己的喉咙 却被安慰抢先一步打晕 我道 去找一个和他身量差不多的 易容成他的样子留在我身边 我道看看 我这个好弟弟 接下来还想做什么 皇帝还是知道 陆燕昭被我杀了的事 只不过这个消息 是我告诉他的 文言皇帝惊讶道 阿姐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陆燕昭跟了你整整十年了 是啊 十年了 我漫不经心道 可就算是十年了又怎么样 还不是一条狗 狗不听话了 我这个当主人的 还不能教训他 皇帝立马道 那当然可以了 阿姐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 正如阿姐说的那样 一条狗而已 这条狗没了 再养一只便是 我笑笑 皇上 我该启程前往寺庙清修了 送走皇帝 我按计划前往寺庙清修 让陆燕昭在这段时间 调查皇帝背地里做过的事 很快就调查到 我那好弟弟 究竟背着我做了什么 原来皇帝早就在筹谋 甚至暗地里 杀了很多偏向于我的大臣 除此之外 还有薛荣林杀害他的 结发妻子徐鸟鸟 这也是他和薛荣林 联手做的局 陆燕昭告诉我 事情发生的当天 薛荣林也在场 他亲眼目睹 那些假扮匪扣的人 领辱他的妻子 而后抛尸荒野 至于皇帝 这么多年在朝堂上 一副没有主见 凡事都要私底下 询问我的草包昏庸模样 其实也是装出来的 他故意宠奸臣 让他们对付我 至于下一步计划 便是派美男子接近我 而后四处散播 我荒淫无度的谣言 从而引起民愤 我全程紧攥着拳头 陆燕昭调查到的一切 彻底颠覆了 我对这个弟弟的认知 原来他并非是善良单纯 需要姐姐庇佑的小皇帝 而是一个城府极深 草剑人命 玩弄全数的卑鄙小人 即便是冰块脸的陆燕昭 在告诉我这些以后 也忍不住问 公主 徐鸟鸟是陆燕昭的结发妻子 当年辛辛苦苦 靠卖豆腐为生 供他读书 他也能下得了手 我笑了 一边笑一边道 那又如何 在有些人眼里 权力 比什么都重要 譬如皇帝 他不向我干涉 害怕我威胁到他告诉我便是 为何要如此 既然这样 他怕什么 我偏要做什么 这个江山 本公主要定了 皇帝果然在暗中 继续着他的计划 这天我带着婢女 外出摘野菜 便偶遇一位倒在河边 指着单一的美男子 男子身形修长 即便闭着眼 也能感受到他 周身散发的媚态 可以说 如果薛荣林是俊美 那么他就是妖眼 上辈子 也正是这个时间点 同样是在河畔 遇到了同样的人 那时我不知道 他是皇帝派来接近我的人 只当是个可怜人 因此将人救了回去 没想到 皇帝还会再派其他人接近我 防不胜防 与其这样 倒不如将计就计 陆燕昭点头 我再次道 这里你且先放下心 我还有另外一件事 要你去做 一个人肯冒死做这种事 一定有他的原因 为财 为权力 不管为了什么 都要调查清楚 他叫程锦衣 娶香人 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需要你去调查 陆燕昭办事向来稳妥 很快便将来龙去脉 调查清楚了 原来是皇帝 以程锦衣的家人为挟持 让他办这件事 尽管程锦衣的父母 根本不是人 一度利用他卖身赚钱 他依旧极为看重家人 事事以家人为重 可他呢 所谓的家人呢 一方面瞧不起 他在烟花巷柳 靠身体赚钱 一方面不知感恩的 用他赚来的银子 肆意挥霍 背地里还要各种编排他 喊他下件东西 最重要的是 他是被父母拐来的 陆燕昭说到这里 钻紧拳头 这样的人 根本不配他为他们 付出这么多 我道 看来这人本性不坏 但足够愚蠢 像他父母这样的人渣 根本不配活着 找个合适的机会让他们死 不过得从长计议 醒来后的陈锦衣 开始频频对我献殷勤 只不过 我并没有像上辈子那样 冷漠拒绝 最后一点点被他融化 而是搞清他的喜好 主动出击 给他有生以来 最缺少的温柔和爱 终于 经过漫长的摸索 我逐渐掌握了他的一切 比如说他虽然生得好看 却极其厌恶别人说他美 然而因为皇帝下达给他的任务 上辈子的他 不得不表现出 特别喜欢被这样夸赞 他一心想习武报效朝廷 如今却只能靠故作 娇羞柔弱来取悦我 这些 在这一世 统统被我病除 我呵斥那些夸赞他好看的人 为他准备拿的粗布麻衣 让他跟护院一起习武扎马布 从不夸赞他的外表 只一遍又一遍暗示 真正令人着迷的是他这人 兴许是我的办法有效 不过短短三个月 陈锦衣已经像是变了的人 他不再一味地 对我阿谀奉承 一点点融化他的心 直到看到他看我的眼神 逐渐带着复杂和纠结的那一刻 我知道 只差最后一步 这颗棋子便会为我所用 几日后 我约承锦衣一起品茶 独立的包间还特意隔了帘子 选择了光线 以及视角都最佳的位置 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窗外便传来一个满汉细血的声音 别提跟娘们似的 不是我说 也就他那点皮相能赚钱 要不然老子早就弄死他了 有人问 弄死 别的不说 那可是你亲弟弟 你舍得 满汉一口酒下肚 醉意更浓 声音也更大了 弟弟 狗屁弟弟 当年我家也是风光过的 我娘做牙婆生意 那什么弟弟 是我娘拐来的 见他生的好看 以为能卖好价钱 谁知道是个冰秧子 问话的人也跟着唏嘘一句 冰秧子 死 那你们不就亏大了 满汉道 那可不 我娘他们一生气 就把这冰秧子丢出去 谁知这冰秧子命大 不但活下来了 还失去记忆 以为我们是他家人 后来我娘好说胆说 送他去了那种地方 谁知道 他竟然比娘们还能赚钱 没错 满汉便是他的亲哥哥 而他哥哥说的一切 也都是实话 我不过略失小记 让这满汉吐露真话罢了 随后我不动声色地 替他倒满茶 撇见程锦衣 微微颤抖的手 以及写满破碎的双眸 我只当没看见 但但道 成郎在看什么呢 没什么 他收回思绪 举起茶盏冲我行礼 又恢复了之前的神情 这天夜里 睡不着的成锦衣 来到我房间跪下 当我询问他怎么了的时候 他只是双眸含泪 冲我拜了又拜 草民 愿一心一意服侍公主殿下 永不背叛 其实来寺庙清休的这段日子 薛荣林并未放弃过接近我 甚至不止一次跪在我房前 一副失魂落魄 想为王妻报仇 肝肠寸断的模样 可每每看到他这副虚伪的嘴脸 我便越发好笑 当然了 一直拒绝也没什么意思 我一点点勾着他 到最后 许了他进我的房间 高兴了让他匍匐在地 向狗爬来爬去 不高兴了 用我特意留长了指甲的手 狠狠摔他一巴掌 指甲刮破他的皮肉 看他腥红的双眼 像现在就弄死我 却又弄不死我的模样 然后在他最后一次 求我给他妻子报仇的时候 我勾起他的下巴笑了 然后再次一巴掌甩了过去 本宫以为你是真的心悦本宫 原来还是为了利用我 本宫可以告诉你 想让本宫帮忙 本宫偏偏不帮 如果你真的想为王妻报仇 那就去报官啊 或者面见圣上 让他派兵剿匪 薛荣林看着我 干裂的唇抖了抖道 微臣人为言轻 求殿下恳求皇上 帮微臣求旨 我笑 薛狼忘了吗 本宫在清修 朝堂上的事不清楚不插手 也帮不了你 薛荣林看我的眼神 彻底黯淡下去 而我挥挥手 道了句真是乏味 便将人打发了 这天夜里 陆燕昭再次调查到了 更多有关于皇帝的事情 听到内容后 彻底颠覆了我对皇帝的认知 原来阿弟不仅宠奸臣残害贤臣 还私底下建造了九池肉林 抢走美男美女 带着奸臣一起荒淫无度 可他做了这些之后 又怎么善后的呢 他让人散播谣言 留下线索 让所有人都误会 做出这些荒唐式的人是我 他哪里还是我认识的阿弟呀 分明是个昏君 许久 我才整理好自己的思绪 冲鹿昭道 查一下 那地方究竟在哪 记住 不要打草惊蛇 还有 整理好证据 以最短的时间内训练一批死士 其他的 就交给我吧 我秘密见了 同样在这里修行 但很多年都未见过面帝皇祖母 因为此前 我还派人调查了皇祖母的事 发现这个传奇女子 有很多我并不知道 且跟我们这里的女子 不一样的地方 皇祖母年轻的时候 和皇爷爷一起出过争打过仗 还用过神兵力气 帮皇爷爷一统天下 但这些在别人听来 都只是传说 甚至一度演变成神话 有不少流言蜚语说 皇祖母是妖怪 手持妖兵 那些妖兵手持一根金属棍子 可于千里之外杀人于无形 少年夫妻正视恩爱时 哪里听得进去流言蜚语 他们依旧恩爱 但后来慢慢变了 皇爷爷有了别的女人 听信其他女人的谗言 日复一日 相信皇祖母是妖怪 从那之后 两人离了心断了情 皇祖母心灰意冷之下 才来到这里 从此不问世事 我知道 事情绝对不是那么简单 或者说 我不相信一个传奇女子 讨论百姓重要 还是设计重要 最后讨论到了男人和女人 我发现 皇祖母真的如我想象的那样 支持男女平等 甚至当年 他从一开始要培养的是 我姑姑当女皇 而并非我的父皇 可皇爷爷和他想的不一样 再加上世俗偏见 皇祖母从满怀希望到放弃 最后发生了一系列事 让他来到了这里 我很惊讶 皇祖母说的一切 他却笑着道 我就知道你会来 你来了 这里就不一样了 他看向远方 沉默许久 最后拍拍我的手问 说吧 你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我并没有讲出我的目的 而是把皇帝做的一切证据呈现给他 最后问 皇祖母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选 一个是百姓 一个是子孙 他笑着看我 真是个机灵的丫头 把问题都抛给我这个老太婆 不过 既然已经找到了我这里 想必早就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说说看 你都做了哪些准备 需要我做什么 我告诉他我的计划 最后也说了我想要的帮助 传闻您手里有妖兵 但我想 恐怕并非传说 只是妖 也就你是个明白人 接着取出一把钥匙丢给我 拿去吧 就在这座后山 找得到再说接下来的话 寻找需要钥匙打开的地方 不算很难 而我也看到了 令我震惊的 传说中的神兵戾气 如我猜测的那样 并非是他带领的士兵厉害 真正厉害的东西在于这些装备 皇祖母如约教了我使用方法 而我则抓紧时间 教会其他死事 我知道 成败在此一举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至于皇祖母 绕了一圈我才想到 她是那么传奇的女子 关于我以及阿弟做的一切 她不可能不知道 就算不知道 只要她一句话 便可以查得一清二楚 等我做足一切准备 重新回到宫中时 才刚刚踏足皇宫 便被薛荣林 以及皇帝带来的人 重重包围 如上一世那样 他们兴师问罪 属我的罪状 说我荒淫无度 杀人妻 夺人夫 最后又将视线 看向我身边的程锦衣 可她并没有站出来 证实我的过错 而是道 皇上 你让草民潜伏在长公主身边 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甚至让草民 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 污蔑长公主 草民做不到 草民眼里的长公主 声明大意 真心为百姓好 草民可以作证 刚才薛大人列举的一切 都是莫须有的罪名 皇帝还在伪装 阿姐 你别听这个贱民胡说八道 我根本不认识她 你是我的阿姐 我怎会做这种事 随后转身呵斥薛荣林 薛荣林 你从哪里搜来的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污蔑我阿姐 你可知罪 薛荣林道 微臣所言句句属实 求皇上将长公主就地正法 这是民心所向 若不除掉此女 江山设计江王 他的话说完 侍卫们再次朝着我靠近 皇帝逐渐流露出真实情感 他略显讥讽地看着我道 秦征 郑护不了你了 随后挥手 来人 拿下 只是他的号令刚发出去 原本步步紧逼的一群侍卫 突然倒戈 拿起手里的武器 对准皇帝以及薛荣林 皇帝脸色大变 跌跌撞撞几下道 你们反了 朕说让你们拿下情争 你们这是做什么 薛荣林很快意识到 事情的不对劲 突然把起旁边侍卫的刀 朝着我刺来 然而他还没靠近 手臂便被陆燕昭斩断 长刀硬声落地 他捂着流血不止的伤口 愤怒地看着我 我淡淡道 都出来吧 随着我一声令下 原本被皇帝暗杀的臣子们 纷纷站了出来 同时出现的 还有皇祖母 以及那些被关在 九池肉林的男男女女 他带着我让陆燕昭 训练出来的死士 手握神兵戾气 对准了在场的几个人 又将我之前找到的证据 扔在地上问 皇帝 事到如今 证据确凿 你还不肯撕下你的面具吗 皇帝被打进天牢 而我终于获得 所有大臣的认可 成为新的帝王 只因他对所有事情 共认不讳 让那些大臣明白 他们当初一心辅佐的帝王 究竟是什么样的嘴脸 可即便如此 我依旧耿耿于怀 于是去天牢看了他 秦记告诉我 为什么要这么做 江山是你的 我从未寄予过 甚至一心为你 为何你 你可知道 被你和薛荣林设计 凌虐致死的状元夫人徐鸟鸟 就是我们当年 流露民间的亲妹妹 我有些说不下去 说得越多 心越痛 当听到我说 鸟鸟变是我们的亲妹妹时 她一愣 但很快面露鄙夷 妹妹如何 姐姐又如何 你居然不知道 你都带给了我什么 听好了 秦征 从小你就比我聪慧 比我更像一个君王 可到头来 他们还是逼迫我做了皇帝 我一开始以为 只要当了皇帝 便可以为所欲为 谁知道这么多束缚 那些老头会告诉我 这样不可以那样 不可以 就连你也是 我不可以有很多女人 不可以享受荣华富贵 不可以为所欲为 这些 都是你还有那些 所谓的忠诚良辰造成的 我是皇帝 不是囚犯 只有你们死了 我才可以为所欲为 我没想过 为了所谓的欲望 忘了君王的使命 彻底变成失心疯 见他无药可救 我只叹了一口气 你疯了 放心 我不会杀了你 但是 也不会给你自由 这就是对你最大的惩罚 他拼命哭号 用各种词汇咒骂污蔑我 而我却听而不闻 至于薛荣林 我让人斩断他的四肢 关押在大牢里 杀了他很简单 但我要的是 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以此 祭奠鸟鸟的在天之灵 全文完